這個週末就是配合12年國教的第一場國中會考 今天上午基北區的家長聯合會代表就舉行記者會 抗議教育部不公布會考成績和作文的集聚分數 讓學生根本就無所適從 而且只要錯填一個志願就扣總分一分 如果沒有一個可參考的依據的話 學生的壓力真的非常大 而教育部就承諾說將會比較基策 公布全國性的集聚資料給學生做參考 最大的受害者是弱勢的學生跟家長 基北區家長代表站出來批評教育部 12年國教政策不打算公布會考五科成績的三等四標示 以及作文的集聚和人數 讓學生們選填志願時無所適從 形成高分低就的不公平 結果讓他們超不滿 為了怕不上會被踢掉 志願序會每個學校差一分 大部分會只會高分低填 沒有先例可循 不知道自己的成績落點到底在哪裡 現在就連錯填一個志願 就要形同懲罰性扣總分一分 讓學生們填志願時壓力超大 因為很有可能這一分之差 讓響應的學校沒了 超合比序法各區不同教育部還允諾 將比照基策公布全國性資料給學生參考 我們基北區佔了全國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數 我們透過這個人數的比例 就可以非常的精準的去推估 基北區到底有多少人落在 5A 4A1B或者是5B的人 國更有參考價值的各區幾具人數 要不要公布 教育部只說還要再討論 12年國教出登場配套措施引起質疑 這禮拜就要上戰場的首批考生 自稱就像白老鼠個個先驚驚 郵電TV 林化 吳登麗 台北報導